跑在育賓館修復跟活化 是要將封閉已久的這些綠色成績 能夠再次開啟 我要怎麼能接受到之前的匠師 所修的這麼好的建築 同時轉達成要修復的工法去處理它 我從一個觀察者 觀察他20年 能夠看到他更好的面貌 呈現給我們的市民 應該是文化建設最重要的成果 對手這麼高的天撤館